诶 菇山仓库 是可以把香菇堆得跟山一样高的仓库吗 你看仔细一点 这个菇没有草字头 菇山就名菇婆寮 是平普竹骨仓的意思 菇山仓库建于民国68年 原本是收购稻米后 作为储存跟捏米用的 次要功能是肥料贩售 民国77年开始 农民因为收入减少 转型种植黑叶荔枝 及台农三号凤梨 当作仓库的作用就不大了 目前已经转型为 菇山仓库产业文化休闲园区 除了原本的仓库部分 还加上了香草花卉教育农园 蜜蜂生态教育农园 及稻谷加工体验区 园区内有咖啡减餐 农特产贩卖区 也有大树区特制的凤梨粉果冰 蜂蜜香草等加工品 还有全台独一无二的 与荷包蒟蒻冰棒哦 冰棒我已经吃完一只了 哥用走得很累 那边有自行车出租 我们边骑边讲吧 好 我们就沿着高屏西美丽河岸 还有小叶兰人树 组成的绿色狼道 来趟铁马之旅吧